手机报税一直搞定 立法员蔡世英与财政部北区国税局长蔡碧珍 及金融市记账事工会理事长张旭同高呼口号 提醒民众在6月底前完成所得税申报 蔡世英表示财政部近年来推出网络报税 甚至手机报税等服务 让报税越来越便利 不过还是有民众因为各种因素无法自行报税 因此特别与金融市记账事工会方面合作 推出所得税申报服务平台 从6月27号起到6月30号 连续4天晚上6点到8点 民众可以到蔡世英服务处 由专业的记账事志工协助完成报税 我们每年在报税的期间 我们都有合作举办报税的服务 那这个报税的服务帮我们提供咨询 告诉你采取什么样的报税方式 对你是最方便的 那也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 那如果你家里没有电脑 或者你的手机并不是行动 智慧型手机的话 我们在这里或者理事长 我们所属的记账事的会员这边 其实在这段期间也都很义务的 很热忱的为大家来服务 据了解金融市大约有10万8千多人 需要申报所得税 目前金融市完成报税已经达到86% 由于距离报税截止日剩不到10天 北区国税局长蔡壁珍建议 还没有完成报税的民众 可以多多利用手机或网络报税 也可以到立法人蔡适应设立的服务平台 进行申报 其实它并不困难 大家用手机用网络都可以报税 那如果没有这些设备 也没有关系 到蔡适应委员服务处这边 那个6月27到6月30号的晚上8点 以前到6点 6点到8点 期待健保卡或者自然能评证 这边就可以帮大家服务 金融市记账市公会理事长张旭彤也补充表示 除了到立法人蔡适应服务处 也可以透过记账市公会成员服务据点 就近办理申办业务 你只要跟立委这边先说你要预约什么时候 我们全市的这个公会的会员都会帮忙处理的 应业民众申报需求 国税局各分局在6月24号 即6月27号到6月30号五天 中午不休息 最后一天6月30号更将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上7点 呼吁民众把握时间完成报税 记者张旗彤 金融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